遭到帮派吸收的未成年学生 其实大部分都是台北县新双 同一所学校中措生还有毕业生 在帮派里头担任干部的学长呢 是吸收在校的学弟学妹 帮忙跳八家将 然后再进一步帮帮派做事 其实家长和校方在半年前就知道 这个学生有意了 劝导回头却没有具体成效 现在是恳请警方介入 切断帮派源头 顶着官将脸谱 手拿法器踩着繁复正步 伴随主神左右的这群八家将 来自新庄尊圣会馆 有中措生 毕业生 也有在学学生 被吸收加入帮派的就有13人 全都来自于同个学校 难道校方默示不管 任凭帮派进入校园 绝对没有 绝对没有 这个真的绝对没有 因为我们这个从去年 就有相关性跟辖区的少年队 还有辖区保守 确实都有在保持这种民生联系 我们里面有很多中措生 其实是家庭私人 家庭比较有私人的一些现象 所以家长才会一直拜托 我们能够透过警方 因为学生本身也不回家 中措生都是 都是那个吸收一些中措生 让他那个上课下课 三四点就会车子在那边 人口那边在 小孩流连在外 原来与帮派牵扯无法逃脱 半年前校方察觉 中措生与毕业学长 时常在校门外徘徊 部分学生翘课严重 还时常与帮仲 在新庄特定的槟榔滩出入 这才惊觉帮派已经渗透校园 为成年帮众利用黄信主贤在网路架设了 部落格分享出阵头的照片 一个个青色脸庞画上事故的官将脸谱 仿佛变了个人 忘了学生本分 更让苦心栽培的家长们伤透了心 民事新闻 学家影邱少阳台北报道